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出战的队伍是怀SPYDER要队上游宜钢铁人既跨季二十连败终于止败之后 最近好像又步入连败的节奏 是 我觉得可能要加油啊 不能一直连败 好 那马上呢先来回顾一下这四队目前的战机咯 那目前呢从这个图表就可以看到狙子熊跟怀SPYDER呢 他们是已经取得了季冠军的门票 狙子熊这边是17胜6败胜率来到了73% 怀SPYDER是14胜10败胜率是58% 接下来是要约太阳神10胜14败胜率是41% 游戏钢铁人要加油咯 6胜17败胜率不到三成26% 好的 马上要来介绍这两队的教练以及选手 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哪一队呢 首先看到的是Manner教练 你好 今天脸色好沉重哦 不会啊 他都不会 好 等一下笑得开心一点哦 好 马上来介绍第一棒要登场的选手是 奈隆 新转重足的奈隆选手 那目前看到本赛季出场的次数是比较小一点 那目前还没有开湖 对上人类还没有出战过 对上神族跟虫族还没有获胜过 但不要灰心 我知道目前是11连半 但是还是有机会可以东山再起的 加油咯 对 奈隆呢跟其他的虫族选手比起来是比较 时间比较少的啦 就是他虫族练得比较没有其他虫族选手那么多 所以真的奈隆要加油啦 是 加油加油 好的 下一位选手 下一位是JoJo JoJo腰还好吗 听说那天车祸的时候 有被撞了一下很不舒服 还OK吗 OK OK啊 好 加油 目前的战绩是12胜16败 那近五战呢是两胜三败 目前三连败当中 希望今天可以止败了 那今天听说会对上虫族内战啦 你的虫族内战的胜率目前是35% 希望今天可以突破咯 下一位 下一位是我们的鬼手辉 好的 目前看到我们12胜16败 那对上人类是42%的胜率 神族内战稍微弱了一点 37% 对上虫族不错哦 46%的胜率 让你今天也可以有好成绩了 好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 华矮Spider 首先看到的是呱呱神帝 Less教练你好 好 首先看到第一棒的选手是 Lin 神族选手你好 今天看起来有点憔悴 最近感觉好像睡不好 我们看到目前的战绩是7胜9败 而对上人类是60% 对上神族33% 对上虫族是37% 让你今天可以打出好成绩哦 加油加油 诶 他那个 他那个脸上是不是没有把贴纸拿掉 Racer贴纸 这不是通常都是就是 呃 刺青上去之后要 纹身贴纸之后要把贴纸拿掉吗 Beta红眼力啊 这个怎么看起来蛮有蛮可爱的哦 呃 其实他今天刚好没有纹身贴纸 所以他拿的是普通的 所以他是真的贴纸这样 对 他是真的贴纸 原来不是他忘记拿掉 是是是 对 好 下一位 下一位是带定虫王FLY FLY选手 进战是3胜2败 我们看到呢 总战绩是19胜10败 哇 好高的胜率啊 对上人类是100%的胜率 对上神族哇80% 虫族逆战也很厉害哦 有59% 加油了 最后一位是人类黄太子 DX 我们看到目前的战绩呢 是18胜18败 胜率刚好是50% 人类的内战是55%的胜率 对上神族是41% 对上虫族是53% 今天也要好好的加油了 哇 刚帅气的秀出他的大名字 感觉今天会气势如虹哦 对 好 那我们第一场哦 奶龙对LIN啊 万众瞩目 众所期待 刚刚那个 上一次两个人对战的时候 让我们的猪肝大人是有点 对 爆气啊 爆气 怒冲 对 怒气冲天 怒法冲冠这样 我们差一点就要请他的外祖母 来现场做作了 哈哈哈 那 哇 刚刚赛前哦 刚刚赛前这个 呃 TESO的 呃 就是 那个谁 猴子啊 猴子他还问 他会问说 诶 你觉得今天 今天的这个收视率最高的会是哪一段的 可能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回合这一段了 其实这两个人都相当的紧张啦 那这两个人不善表达 但在他们的心里求胜心都是相当的旺盛相当的强烈 那也相信呢 这几个礼拜我们的奶龙转重足之后 也是有非常的努力呢 多加练习 那大家说 诶 可能感觉他对这个重足的各个单位还不是很熟悉啊 或者是这个大菊瓜还不太够啊 但听说manna教练有进行特训 到底特训的结果如何呢 等一下马上就可以揭晓了 对 我记得奶龙他的进步其实是相当快的哦 因为我记得他一开始用重足出场 跟下一次用重足出场 他的营运其实就有差了 就是他工兵分配的量啊 然后他的这个 我觉得他其实最让大家印象深刻的是 他妈妈补软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 对 就可能游戏已经到了算是中后期了 那个妈妈的每个能量都还用得相当相当干净 几乎没有超过一格 对 就是可能要在中后期的一些大菊官啊 还有关键上面可能可以再调整会更好啊 对 要再加加油了 那我们即将要开战的地图是安提卡船场 对 安提卡船场哦 在这边是虫队神 对 好 那这样地图 这时候会不会有点懊悔想换回人类 呵呵 对 这个时候 来不及咯 奶龙表示可不可以让我用人类这样打仗图 啊 来不及了 已经竞速到数五秒 不是 已经开局了 呵呵 我们来看一下两位选手的出生点位哦 那在地图的十一点东方向 蓝色的神族 这是华翼Spider的Lin 好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红色 红色的虫族在我们地图差不多是五点半的方向 这边是由于康天人的奶龙选手 对 奶龙在右下角 哦 在这里也跟大家提一下 说到就是一开始的这个挖工兵 还有分配工兵哦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啊 有可能你是边打星海 然后边听音乐对不对 然后有时候你就在那边等这个 序列跑完的时候就是没有耐心 像我 我就会可能切出去 然后去选我想听的歌 那切回来的时候 天哪 比赛已经开始三四秒了 哦 那我心情就很差 可是在新的就是充足之心里面 他是一开始工兵就会自动去挖矿 哦 对对对 可是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去分配的话 就会发生可能是所有的工兵冲向同一个矿 然后之后再散开 那那样子其实也会造成一些经济的落差 这时候就考验大家的这个维冲的能力 对 充足之心 充足之心他的分兵其实是他一开始 诶 等一下 奶龙 诶 奶龙 这个狗池有点早哦 对 我们看一下这个狗池已经是算相当早下了 等一下看看 令这样子会变成他二矿这边比较难防守 因为这张图哦 这张图这个二矿斜坡口是比较大的 那对神族来讲 他会需要多下一个建筑来这个做防守 哇 这样子的话看一下等一下 十滴 小波都上了 十滴 感谢三重流的华物们带来什么 即时的字幕 对 这个等一下狗出来的速度是相当快哦 就是你家里如果没有赶快封门的话呢 这个狗是可以直接进去的 好 我们看到马上呢 已经神族好像是在家里放光炮了 对 令这边是 他是BF开 他是冶电厂先放下去 那放下第二个水晶台来补人口 之后才来放光炮的 所以到目前是先把钱呢 都用在这个门口的防守上面 对 那等一下狗呢 确定进不来之后呢 才会开矿 那应该是没有问题啦 是 它不算一张很大的地图 那我们现在看到六条狗是已经出门了 要直奔对方的家中 已经中场了 但是光炮也即将要完成 对 这边应该是没有问题哦 其实我觉得令甚至 好 这边是多放另外一个光炮 我觉得它其实是可以用另外一个传送门 两个传送门堵口 然后狗退了之后呢 再取消改放BY 就是会比较不需要说150花去 然后现在狗不上去了 变成浪费掉 好 之前好像我们就有提过说 好像令不太喜欢侦察 但是今天呢 侦察做得很到位哦 也让侦察救了它自己一命 有提早发现对方是一个实地的战略 对 令这边换它下了这个水晶塔 对 好 不过妈下来哦 应该是马上可以看到 好 这样就是 你竟然这么早要搞我 欸 妈妈没有过去 妈妈 欸 这个 妈妈 往前走啊 这个禁运性相当重要啊 这个 这个是虫竹 好 哇 这个它真的没有过去吗 哦 接下来令会不会利用这个天然的地形 在我们的金矿后面 我们看到了 难道这个就是光炮brush吗 这个 因为虫竹一开始 就是被人家挡下来这种快弓 10滴没有藏到甜头 对 就是你就要开始小心 对方会不会来你家放这个光炮啦 那通常都是神父会去开三框 在放三框之前 要不要先来解决一下这件事情 哇 这边 然后这光炮应该是马上就好了 诶 它不用盖地 我其实觉得它不用盖第三个啦 好 看一下 它应该要再多补一颗水晶 而不是多下一个光炮 如果硬要再放检查的话 对 其实我觉得这边应该是都还好 因为这边虫竹是不可能有狗的数量 对 这边的狗帮来做这个抵挡 对 奶龙这边狗兵也不应该 他应该是马上看到要全部拉回去 刚才死了几只 死了 哇 一只 哦 一只 对啊 那 诶 没有啦 死了五只 那狗 狗兵 喂 这边奶龙 六只 持续的攀升当中 这个集结点赶快射回家 射回主矿奶龙 有 改了 更改了 对 我其实觉得 这甚至就是二矿不要出兵喔 直接用主矿的幼虫来出兵 对 这边这一个 刚刚这边又多死的弓兵 这是很亏的喔 那 好 这样子换 我们看Lin也是放下自己的二矿 然后开始加速自己的一攻 开始出追猎者 我们看等一下Lin的一个战术选择 现在感觉Lin可以稳稳开局 还是想要出什么战术 都可以出什么战术的 因为 目前呢 神族的经济是优于重足的 对 我觉得刚刚那个妈妈 真的是应该要去矿后面看一下 因为那 往前一步 对 二矿三矿 都是需要这样子去做探查 对 那 这样子真的是 我觉得相当可惜喔 那 嗯 我们看到Lin这个时候放下了另外 三个BG吗 传送门喔 四传送门 士兵营的一个 看是不是要一攻前压了 好 刚刚镜头把我们带到 Lin是在 奶龙三矿的上面那个矿区 角落放了前置水晶 对 这张图喔 崇出选 崇出选手 崇出玩家们 就是要提醒一下 这张图特别重要就是 呃 像现在这种点位啊 你的王虫就是要飞去三点钟 跟七点钟 那 奶龙是在七点钟有放王虫了 但是 在三点钟是没有的喔 那 我们看到 这样子很容易被放水晶啦 这张图真的是 超容易 神主就是喜欢放那个地方 对 那要看一下 這樣子的一個潛牙 令會不會賺喔 好 開始 傳兵了 目前我們的狗素材剛剛提升而已 蟑螂潮是已經完成了 蟑螂在趕攻當中 但是守得下來嗎 我們看到四隻最烈帶著狂戰獅子 來到了三礦了 對 這邊 我們就要看令守得怎麼樣 因為這邊如果能守下來的話 令的科技是比較慢的喔 那雖然他還是有兩礦營運 不過他沒有任何的科技走向 他全部都是BG單位而已 我們看到狂戰士追獵者直接來三礦 媽媽也要被A掉了 弓兵也要掉了 把這邊三礦 好 我們後來還傳了狂戰士出來喔 看一下 這邊應該是相當不好守啦 那我們這邊又有一攻 一攻的狂戰士打狗又少一下喔 現在奶龍家中的經濟是相當的吃緊喔 對 我覺得這邊這個三礦應該是很難防守了 那奶龍這邊又沒有二礦 這樣子的話我覺得 好 這樣子看看奶龍 就算這邊 極力的出兵 用蟑螂就算守下來 就算守下來好了 這個奶龍的經濟也大虧 這個科技也是慢啊 那看到 有強勢的藉由甩蟑螂 來降低自己的戰損喔 可是還是沒有辦法抵擋這些 因為源源不絕不斷傳兵的一個狀況 對 神族這邊就是看你傳什麼嘛 你都是出蟑螂我就出追獵就好了 對 對 你沒有狗我就不用出狂戰士 那這樣子的話蟑螂也是死很快 我們看到奶龍這邊真的是 哇 這個Manner教練在我們螢幕右下角 對 哇這個臉色凝重 我們看到目前的戰局也是相當的凝重 剛剛這個賽前呢 這個還問Manner教練說 你今天可能要補個裝 有可能會 鏡頭可能會tag 來 哇 這邊三光被拆掉了 神族勝一礦啊 一礦打神族兩礦有得打嗎 能打嗎 當然是比較難啊 但是沒有得打 我覺得這邊應該是相當難打了 我們看到Lin這邊呢 家裡也沒有在攀爬別的科技 也沒有在升攻防 就安安穩穩的補攻兵 這些兵就壓在前線就可以了 對 Lin其實在防守下實力 打出了GG 奶龍這邊打出GG喔 恭喜Lin 是獲得了第一回 又是順利也幫華Spider拿下了一分 那在這裡呢 我們要請Beta老師幫我們講解一下 剛剛在安提卡傳場 你覺得關鍵點是在哪裡呢 難道媽媽沒有往前一步的關係嗎 那邊也是很重要 但是我覺得Lin選擇了一個 就是他沒有說 他一開始去做增長 馬上看到馬上放這個冶煉場 就很重要 那冶煉場放下去之後 光炮補起來 10滴的狗進不來之後呢 這個Lin是直接去放光炮 那放光炮 我覺得就是變成奶龍這邊的問題 就是他這邊的一個失誤啊 就是他沒有媽媽再往前去看一點 那通常 通常就是開花礦之後 都是會用狗啊 然後會去繞一圈這樣 對 但是就是奶龍這邊沒有用狗去做的話 沒有用媽媽就是更可惜 光炮被蓋起來 是 好的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Lin的這個偵察呢 是意外地發現奶龍的10滴 那在接下來這個光炮Rush也是收到了成效 最後這個前置水晶呢 也是下得恰到好處喔 對 奶龍一直都沒有發現 最後讓Lin拿下了這場的順利 所以接下來讓我們休息一下廣告之後記得回來